講回現在中國經濟 當然選了幾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最近習近平 都看到現在整個經濟數據 無論是國民生產總值 連著一個很低的水平 其實就是一個我叫負增長 第二方面都會看到現在國內 特別是一些可能二線開始三四線城市 本身那個蕭條的狀況 雖然可能有些香港朋友都有回大陸玩 可能有上海 廣州 深圳 甚至北京之類 可能表面上沒有太大影響 但實際上如果你留心看一看 我想現在幾個大趨勢 無論是中國富豪已經有方法 基本上已經離開中國 連他的資產和資金也都離開中國 所以有一群有消費能力的中國人已經是移民走了 第二方面就算你說中產人士 也都盡力想辦法利用可能是讀書 可能是投資移民 各方面是離開中國 當然第三有些可能仍然他本身都是一些權貴家族 仍然都有一些底 也都有消費 但實際上如果看回早陣子 冯志正在他自己頻道裏面 和一個在香港做這個奢侈品銷售的高級行政人員的分享 也都會發覺到就是說 以往在2018年或之前 下來香港随便掃貨的那些中國的豪客 一部分可能已經是移民了去外國 另一些部分他寧願留在中國的城市消費 就算你說他們消費也好 其實他已經在不是好像2018年或之前那樣 瞎著眼可能掃十幾萬 或者掃五十幾萬的一些名牌的一些 一些手袋 一些去家的袋 衣服 或者甚至一些食物之類 那現在買的數目 或者買的金錢那個限額已經跌了 比以前來說已經跌了很多 那通常我們會說 其實透過一些富豪或者有錢人 對於奢侈品的消費 其實無論是他對於奢侈品消費的那個金額 就是以前可能買五六十萬都沒有所謂的 因為那些錢不是他的錢 那些錢是貪回來的錢 到現在可能只是買一兩萬 或者最多十幾萬的奢侈品 然後可能以前一買一黑眼 一買就買整個系列 可能是一個系列有四五件 他全部買完的 現在可能他們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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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很多人有兩本數據 一本數據就是給政府給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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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數據是自己保持 實際的數據是怎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從這個政治經濟文化人類學觀察的角度來說 我們再看習近平的措施 基本上只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有做事的需要 但實際上是不會有效 透過所謂的習近平鼓勵或出眾消費的措施 來使中國經濟能夠汽水緩身 中國經濟基本上只不過是會不斷向一個不斷崩潰的邊緣 是繼續用一種凌遲處死式的狀況是繼續延續下去的 那什麼時候角度去空口 角度去後尾枕 角度去一些重要器官的部位 這個也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到切 中國這麼大份要凌時處死逐筆切都要一些時間 都可能要幾年時間才能切到一些關鍵部位 這個其實是一個觀察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我想另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就是究竟習近平以往你看回這10年施政來講 就是由2013年開始所謂打貪 延17年就是限制官員消費的方面 那坦白說你看到現在在中國官場裏面是沒有 甚至一些當權派 比如說你看看政治局裏面 基本上沒有官員是熟悉一些經濟政策或經濟事務 那全部都是一些革命口號啊 或者一些其實講了等於沒有講 做了等於沒有做啊 退臨橫田這些其實一些反制的一些政策 都可以講得出來 或者甚至那些人跟著去做的話 你有沒有可能想到習近平可以想到什麼措施去到 鼓勵或刺激中國13億人消費 那可能我猜到那一億都應該是萬萬肺炎死亡的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想歸納來說就是 無論他現在或者未來 他講什麼措施或刺激經濟 或者甚至其實大家早幾天之前 都會有留意到馬雲再在一個 在中國的一些媒體的一些報道裡面出現 但是見他的表情或者見他的狀態 仍然都是一種很不振的一個狀況 那每個話來說其實你看到馬雲可能他以前的一些企業 都已經被國家已經叫做收購了 那甚至就是馬雲本身都不是蠢的 那可能他相當部分的資產已經成功 可能搬了日本了 那所以其實他回去純然 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可能他都覺得 他都遇到自己可能進去出不回來的了 就算出得回來也好 可能他國內某一些產業或者某一些生意 仍然都是要他繼續要回去中國 透過這些半人知識的一個媒體曝光 來到去 那當作一個示範單位 就是說現在回中國做生意沒有問題 那甚至我們會說會不會之前你微軟開始 或者這個馬斯克 或者甚至是這個蘋果負責人去到美國 去到這個中國訪問 你剛才那裡也沒有說到就是說 其實布蘭坎訪問的時候之前 中共用這個所謂經濟統戰 就是馬斯克啊 富克啊 就是這個蘋果那個老闆啊 或者這個蓋茨 他們訪問中國 是被這個習近平高資格折代 當老朋友這樣坐在旁邊聊天啊 跟布林肯 躲在他一邊訓話 是一個強烈對話 那很明顯這個中方用這個經濟統戰 對付美國 那我想美國本身也都注意到 這些人訪問中國 究竟是幫美國收集情報啊 還是其實是願意被中國拉攏 結果是成為了美國國安安全的和喚呢 那這個就交給華盛頓政府去決定啦 但是總結來說 就是我都見不到他這個措施 之前之後 對於拯救中國這個崩潰中的經濟 有任何實質的一個效能 或者甚至來說 如果你說中國現在可以用的手段 那譬如 會不會成功吸引到一些來自 就是之前你說 在一帶一路有召開會議 那一帶一路國家 它自己本身的經濟都可以這麼說 巴基斯坦都是自身難保 那你還要靠中共還要靠它們 也沒有什麼可能 那現在就說 又是靠中東的一些國家之前 就是你看到在今年春夏之間 其實這個中共在這個中東地區 特別是沙特拉伯 這些國家進行外交 那是不是真的成功令到這些國家 譬如轉用這個人民幣 就進行這個石油交易 那樣這樣 但實際上這些國家本身 其實他們的統治家在一起 一直都有跟美國維持著一定的關係 會不會都是這個中東國家 玩兩面手法 希望是吃兩家茶禮 拿到最大的利益 而也都不可能真正是跟中共 一邊倒地是跟美國脫勾 或者甚至是真的聽中共所說 就是說依賴中共 作為維持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夥伴 那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的